明轩 明轩 我说你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呀 刚刚我和程阳喝完的酒 回到家里 我突然间好想你 就想过了看你 你和程阳喝酒居然不带着 男人喝酒为什么要带你啊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没说 你说 你是一个大男子 我大男子主义 我很尊重女性啊 是吗 那为什么刚刚说我酒说 是你们男人喝酒 女生就不可以喝酒嘛 而且酒是专购男生人了 明天我就去找程阳 你只能跟我一个男人喝酒 大男子主义 加 不控制一枪 你这样一点都不管 再加口是心肺 我很厉害 我说你不应该喝酒 我爹了我 不应该喝酒 我不想喝酒 现在下班了 干吗 那你明天又没有打算嫁给我 什么 我刚才看了一下日历啊 明天是个好日子 万里无远 这样 再过三天周六呢 咱们双方父母先见个面 然后周日去买套房子 下周三你确定一下宾客名单 下个月的这个时候 咱们来去办我们的婚礼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婚礼你应该喜欢中式吧 我也喜欢 对了 婚纱是不是需要你自己来做 一个月的时间 会不会太仓作了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刚刚说的只不过是气话而已 可是我当真了怎么办 难得看到你说不出话的时候 是 你在骗我是不是 你最好欺负我 我走了 我道歉还不行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我现在就回法国 等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就回去 我不要夹在你和夏童先 之间受你们两个的气了 要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我跟你说你 你 你别来这一套 我刚跟你说的话都要认真的 我会在这里 就知道你 这是公司影响吧 万一被别人看到了 看到了又怎么样了 我怎么这么霸道 走吧 带你去吃个饭 看你怎么表现吧 看我怎么表现 你都不想嫁给我 吃什么饭啊 我 我不饿了 你都那么胖了还吃药 我哪里胖 走 吃饭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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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前